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国际的鸟与点化石数量极少 在此之前为二的发掘点 一个是我国的烟疗生物群 另一个是发现十足鸟的德国索格获芬 这次研究人员结合年代历层和生物历层 建立一个福建近1.48至1.5亿年前的录像生物群 正可动物群 系统发业分析显示 奇异福建龙是近鸟与家族的一只 在它的身上显示出了早期鸟与类高度镶嵌演化的形态特征 奇异福建龙的前指与十足鸟不相似 但腰带的持骨和坐骨又分别具有伤食骨位 和近鸟与的典型特征 说明镶嵌演化 深刻影响着鸟位起源之初的特征演化 奇异福建龙最独特的是其后置构造 鼓鼓短 颈鼓极长 所有受缴给恐龙的大腿都比小腿更长 而鸟与类在演化过程中 虽然小腿逐渐变长 但增加程度有限 可奇异福建龙的小腿 却达到了大腿长度的两倍 这在已知的终生代恐龙和鸟类中绝无仅忧 研究人员认为 奇异福建龙是一类善于奔跑 或者在水边生活的种群 这样的生活习性 与协接主流的鸟类起源 意识生态习性是竖起完全不同 可以说 奇异福建龙的发现 增加了原始鸟类类的生态多样性 除了奇异福建龙 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爬行动物 包括龟鳖类 鼻翼类等 且与烟疗生物群的物种组成 有显度的差异 目前 郑和动物群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这里有着很大的发掘潜力 有望达成 北烟疗南郑和的盛况 保存最完整的建立化石 热和生物群的化石 已精美铸成 最近 河北承德丰林 又出出了极品恐怖化石 尽管还没有正式研究论文发表 但各大官媒都报道了这一发现 可见其重要性 据消息上 研究团队经过五年多的发掘 修复了两具 1.3亿年前的 知识性果固化石 化石发现地 所对应的地层 是热和生物群最下谷的 花级营组 就是出土 英良迅猛龙的地层 这两具化石 保存都非常完好 其中的建工类化石 其骨格保存完整度 接近100% 结构特征非常清晰 骨色体长在5米级别 而且 在该建工骨格化石周围 还散布着完整的皮肤化石 其鳞片状印痕 保存完整程度 超过起筋已知的 世界上所有恐怖皮肤化石 保守估计 面积约为三平方米 堪称世界恐怖皮肤印痕化石之最 这一极品化石的发现 始于一场化石保护中的 抢救秀化学 得益于专家团队的精益求精 这具并世界惊叹的化石 才暂时在个我们面前 从皮肤化石上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银剑的排列纹路 非常类似现金的蛇 或者蜥蜴 骨格化石的父母 还有胃石保存 这为我们认知 剑龙位的体表特征 及生理机能 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表明了 在早白格式 热和生物群的核心区域 仍有剑龙位存在 另外一具化石 属于新属种的 原始脚龙位 体长约一米 化石保存的 也相当完好 我们能看到 微微龙起的 头饰结构 这是脚龙位 从双足转向四足 头饰逐渐变大的 过渡结构 对这个脚龙新属种的研究 将有助于 进一步引擎 原始脚龙位恐龙的 演化物件 并再次证实 新脚龙位恐龙 可能起源于东亚 期待这两具 重量级的恐龙化石 未来能给我们 大概更多的惊喜 人类祖先的瓶颈期 目前 全世界的人口 超过个80亿 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人类祖先 在81.3 至93万年前 经历了一段瓶颈期 平均繁殖个体 仅有1280个 使人类祖先 兵力灭绝 那这一数字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目前 古人类群体的研究 大度在10万年内 也就是 现代人走出非洲 扩散到全世界的历史 但由于非洲的 炎热条件 不利于DNA的保存 我们无法从更久远的 古人类化石中 提取古DNA 那要对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年前的 古人类 做人口普查 就得用点新招 虽然那时候 没有人记载群体数量 但群体大小 会影响数足率 也就是 两个谱系 在上一世代 来自同一祖先的代表 因此 人类祖先 曾在群体基因组中 留下的印记 就能反映 当时的群体大小 但群体历史越久远 留存至今的印记信号 就越微弱 想精确估算 百万年前的人类群体历史 就非常困难 9月1日 科学杂志 在先发表了 中国科学院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李海鹏研究组 与华东师范大学 脑共能基因组 学研究所 合作创建的新理论 快速极小时间速度理论 遵循这些理论 进行数学推导 在任意群体莫衔下 各突变类型 对应素组数值 长期望值的解析节 并获得精确的自然值 即可在群体历史条件下 观察到样本突变 频繁的概率 研究人员用该理论 分析了来自千人基因组计划 和HGDP 赛富基因组计划产生的 共50个 现代人类群体的基因组数据 结果发现 在距今93万年前 人类祖先在短期内 丧失了约98.7%的程度 几乎灭绝 繁殖个体从10万级别 下降到个不足2000 这可能是早中更新式 过渡期的气候区位变化导致的 这长达11.7万年的平静期 降低了现代人 65.85%的遗传狼性 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 这个远古群体的平静期 恰好对了人类演化的关键时期 如非洲人类祖先化石的缺失缓解 非洲直立人化石的消失 新的古人类物种的形成 以及对这个两条 古人类二号染色体的融合阶段 这说明 在早中更新式过渡期 严重的群体瓶颈 对人类演化具有关键影响 可能决定了 现代人为许多关键表性的形成 二迭纪的巴西巨兽 南美洲似乎是孕育巨兽的天选之地 无论是哺乳王朝 还是恐龙王朝 这里都诞生过顶级的猎兽 那在恐龙时代之前的二迭纪 统治南美洲的肉食者是谁呢 最近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在林奈学会共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项新研究 揭示了一个 2.65亿年前 巴西南部地区的顶级猎兽 鄙视潘帕斯猎兽 这具新标本几乎完整地保存了 头骨部分 以及少量模后骨 头骨长约35米 虽然富然形象看起来有些争鸣 但这个标本 是在二迭纪中期的颜色中发现的 比较稀少 当时占据肉食动物主导地位的 是安利欧兽人 比如出土于南非的巨型安利欧兽 头骨长达80亿米 其长超过了5米 足以猎杀像射足兽这样的坦克 而北半球俄格斯出土的阿达曼巨型兽 也有近5米的骑形 比起安利欧兽压克的大家伙 核石兽压克的成员就小了一圈 占据着中型越式的重排位 比试潘帕斯猎兽 就是核石兽压克的最大成员 这次新标本的完整度 提供了有关其形态 前所未有的信息 研究表明 以前的一块下额碎片 可能也属于这个物种 它的头骨要搭上很多 固色体长超过3米 体重约400千克 虽然二叠记的安利欧兽压克 强化了牙齿的刺穿和撕咬空 但总的来说 它们的拳尺不够长 咬合力不够大 奔跑速度也不是很快 大多依靠庞大的升级 去制服猎物 这些小缺陷 导致它们在二叠记晚期 被沿袭剑齿猎杀疗的 力士主要彻底取代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朋友了 想了解虎招鱼 最新研究发现的 也点个关注 干货输出 还请多多多三个人支持下 我上拖下期见